上海的豪宅真的出現崩跌 因為我們已經追蹤這一個月了 這一個月中原本只是看說 好像拋售的數量有增加 這是量的部分 可是現在發現指標性豪宅 也開始出現拋售 第一個包含翠湖花園 第二個包含檀宮 包含濱江花園 指標性豪宅都開始拋售 我先講翠湖天地 翠湖天地到底有多少有名的人 去住在這邊 我跟你講梁朝偉住這邊 鍾翰梁住這邊 蘇友鵬住這邊 林心如住這邊 姚敏住這邊 夠厲害了吧 我曾經看過一個網路上的影片 就說這有YouTuber 他們的YouTuber 他們也不是YouTuber 就是那種短視頻的作家 跑去翠湖天地去訪問 附近住在那邊的富婆 那個富婆說 他當時在買二期的時候 他有一到四期 他買二期的時候 姚浩五百個人去搖一百多間房子 每一個身價都上億 不是什麼我們菜市場買菜 你仔細看他的售價 都是4800多萬 3000多萬這種售價 每個身價 都是破億人民幣以上的 姚浩 姚浩的富婆 沒姚大浩 當場哭 當場哭之後 他說看到那一百多個姚浩的人 其中一個叫做梁朝偉 心裡就釋懷很多 他把自己想像成說 我的房子就讓給梁朝偉去住 可是富婆太想要 後來加價1000多萬人民幣 就要把他買下來 姚浩大概3000萬 他後來買4000多萬 所以你看這是非常非常指標的狀況 大概他成交價大概3300萬 這是普通套房 你比較大的 就是有4800萬的 現在300萬 賣在2800萬左右就買得到 過去是姚浩搖不到 我加價1000萬跟搖到的人買 現在是3300萬我再砍500萬人民幣 然後去賣這個翠湖天地 你就知道這個落差有多大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叫檀宮 這檀宮真的不得了 他不是中國十大豪宅 他應該就是叫做上海第一豪宅 在上海這樣十里洋場 可以稱之為第一豪宅的房子 該有多豪華 第一個 裡面沒有什麼樓層 全部是獨棟 基本 這一片區域 這個開發商你知道只蓋幾棟嗎 只蓋18棟 他目標瞄準 全世界最有錢的18個人去買這個 成交價大概4億到5億 人民幣 我要混購 你沒有聽錯 然後因為都是獨棟對不對 每一棟的特色都不一樣 有的是英式莊園 有的是法式的皇宮 有的是西班牙的建築 每個都不一樣 你就自己選 就18棟 最誇張的是它裡面的食材 全部是阿爾卑斯山的地表礦跟羅浮宮同等級的 然後裡面凋樑畫洞對不對 所有的窗簾燈都是皇室御用 然後你看到木材最爛也是胡桃木 紅心木 最爛都這樣做鋼琴的啦 我拿來做樓梯 那百萬鋼琴的木頭 我拿來做樓梯 拿來當地板 我來踩 好 這個豪宅的過去沒有在賣的 我跟你講這個豪宅 你去住 連管理費都繳不去 我們在座各位 繳不去 繳不去 十萬人民幣 一個月 我服氣啦 我平常繳幾千管理費 我就覺得很痛了 台幣 他繳十萬人民幣 你要怎麼管理 管理這麼多 沒辦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草皮 自己的私人的泳池 自己的電影院 這買得到不簡單 怎麼可能有人要賣 現在聽說已經送到藥人拋手 所以這個東西 過去是根本不可能賣的 他們說這種房子叫什麼 叫做傳世豪宅 這是我留給我兒子的 留給孫子 我可以住一輩子了 不好意思 現在聽說在拋手 然後江景第一排豪宅 也是燙手商譽 因為這叫做冰江花 冰江花也很有名 因為這個黃埔江就這樣 黃埔江就是一條 所以說你江有多少長度 能蓋的房子 無限景寬 就是那麼 有差 你買了江的第一排跟第二排 那價錢就是對折 現在兩百三十五套糗壽 太多了吧 房價跌破三千萬人民幣 你這是他的view 你看多紓壓 不好意思 再紓壓也比不上股票崩跌 你沒辦法解 那現在房價在跌對不對 可是就是有人接盤俠 新推出的接案叫雲井東方 有七百人去搶購 說買到現賺兩千萬 所以你看有人拋售 有人搶購 這原因是什麼 因為賣的很便宜 賣幾千萬人民幣而已 一兩千萬人民幣 他說未來 未來可以到三四千萬 可是問題是 你確定嗎 但是還是有人去接盤 所以總而言之 而總之整個上海的豪宅 已經不是量在拋售 是那種指標性的翠湖天地 冰江花園 彈弓 可能都在拋售 好 這是上海的房市 我朋友說前兩年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就想去上海買了 然後上海人自己是親自跟他說 千萬不要這時候買 果然現在又有更漂亮的 一個價格可以買進了 現在也不知道是不是最漂亮的 會不會再繼續跌 就好像侯友宜的民調一樣 中國台商現在到底怎麼樣 最近很多台商 要拋售除了自己的物業之外 還有包括自己企業 最近都煩惱到連飯都吃不下去 都改吃麵 原因就是說 他們在這兩三年來疫情之外 剛剛瑞德跟阿邯他講的情形 其實他們拋售豪宅裡面 或是物業裡面 小弟我在西安旁邊有個小城市 叫咸陽 我現在點兩年半 我現在不能去 那個區域是中國人 你不叫它靠去 然後咸陽現在 咸陽多遠呢 大概他跟西安的距離 大概就是從我們內湖到 應該是三峽差不多這個距離 你如果去西安 咸陽機場就是離咸陽的 我現在變得美容美奮 那我跟我另外一個朋友搞醫美 你記不記得我們節目很喜歡講說 我帶醫美團來台灣 或去那邊考察 那我就講西安這個房子 因為大陸你要找房子很好找 你找那個諸葛找房 諸葛找房就一大堆了 西安十幾套房子要賣 天津十幾套 杭州十幾套 你知道嗎 成都十八套 重慶二十套 二十萬套 不好意思 後面撒了一個萬 你剛剛講的是說 現在在諸葛找房要賣房 要賣房 萬套 我們在西安就已經來到 快十一萬套了 後來朋友講說 什麼十一萬套 諸葛找房 對你要撐你餓 撐你餓 那我這個好朋友是這樣 他去那裡 他去那裡做什麼你知道嗎 你做那個吃牙 我們那個 Full Dension 跟Parsal Dension 這樣大陸很多技術 是我們台灣跟日本去的 他現在在做那個 台灣跟技工所 那還有台灣的孩子 在那邊讀醫學院 讀叫口腔醫學系 口腔醫學院就是牙醫 他不能來回台灣直接 但他可以在中國 他因為到了這幾年 要把那個企業國有化 所以要慢慢潤 結果他賣這個房子 發現我開 當初花了一千萬 他說大概將近千萬人民幣 我解釋一下 一千萬台幣 加上裝潢大概五百萬台幣 那個是十年前的房子 不錯 現在已經起到要兩倍了 他裡面是剛才說什麼的 剛才正好你說的最好的 我們朋友不錯 我就看裡面是紙潭花泥木的石墓地板 那扶索都是那個 你說的頭髮新聞 馬哈格尼 馬哈格尼頭髮新聞是漏人的 那樣的就是紙潭花泥 那關才是讚 那傳統的紅木才有什麼 他說他現在掛起來賣 他打了大概 平常大概都打六折在賣 他打八折 那當然賣不出去啊 那我說你怎麼辦 他打算把買盤 讓下一個台商接手 要找盤就對了 台商沒人傻人 為什麼要過 我就要走就走不符了 那他們就講說我們還不夠慘 另外在那個重慶搞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餐飲的 剛剛那個是黃埔江辦第一排 我那個好朋友是嘉陵江上的第一排 嘉陵江旁邊就是還有一個長江 以前發生過大水災 還淹到那裡了 但是景色也很漂亮 其實重慶去江湖 重慶很漂亮 重慶對台灣人非常的隨和 而且重慶對台灣人都跟你搶著 哎呀 你們真是好點 為什麼 重慶是中國國民黨當時訂什麼 賠都咧 也是我們的首都市 一直說 不好意思 現在掛的幾十萬套賣不出去 第一個誰接手 再來我們要賣沒有人要賣 台商也不過來 結果我想說這個問題點 沿海有沒有 剛剛您製作人在問 馬上中午打給深圳老朋友 說深圳跟廣州沒有 深圳跟廣州都沒有掉 好奇怪 為什麼深圳廣州沒有掉 因為深圳廣州有香港人 跟澳門的珠山腳好處 但是介於深圳跟廣州中間 有一個叫做 很有名的 台灣男人的天堂 我們承諺應該去好幾次的 東莞 張木頭 一講大家就會心的一笑 就像早期我們跟阿邦講 丹麥 你也很開心 因為東莞跟張木頭 那邊很多桑拿玉男人的地方 高級酒店 不要懷疑 這三四年全部都打光了 所以那邊的房子根本沒有人買 所以中國房地產裡面隨著 其實就像台商的廖 廖大哥 廖金章大哥他有講 其實大陸你的指標 就是快餘六月就好 竹魚 桑拿魚 那些都沒有行李 就表示大家已經落跑了 所以台商這一波 損失龐大的不是原來的 他自己的產業之外 他的房子賣也很難賣 可能看一看 拿錢放人快回台灣了 我會不會有任何時候